我的第三件睡衣已經在這裡面了 這件為什麼比剛剛的還性感 超舒服的 這可以拍寫真耶 這樣 這是什麼意思 欸這件能撥嗎 會不會十八斤 所以 有人會傳奇風 太誇張了 嗨我是忍元 我今天要來開箱睡衣 有我的性感睡衣 絕對不能錯 先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第一件睡衣 因為冬天 然後我看到培育都喜歡穿一件套 所以我就學她 買這什麼 想要跟她演很可愛 我換好了 欸這個質感超棒的耶 這個在百貨公司買一套 至少要兩三千塊 然後我記得我買好像也才幾百塊 這一件算是198塊人民幣 那我覺得算很便宜耶 因為我很多件就是 都是去百貨公司買 然後一件都兩千多塊 那這樣一千塊 好舒服 質感 衣服 可以建大家去買這件 那我現在就換上我的第二件 熊熊衣 然後這件是我會想說 裡面可以穿少一點 然後可以拿外送的時候可以搭的 拿早餐的衣服 那個睡衣 那我先去換囉 欸那拿早餐的睡衣裡面我就搭 這個 夏天的睡衣是這件 我先買好 因為現在是春天嘛 很快就夏天了 然後我就會再搭一件這個 那我先去換這兩件囉 然後我的第二套睡衣了 欸我覺得這個熊熊衣也超舒服的 比剛剛那個又更舒服了 這些熊熊衣的名幣是178塊 超級無敵龍腕的 而且不是會很熱的那種 我是會覺得很舒服 然後我的第三件睡衣已經在這裡面了 這是我夏天的時候會在家穿的 因為它很很涼 然後它的濕也是非常柔軟 很可愛 我現在去換第二件 然後這件是粉紅色的 好像是很類似的 因為它前面都會有襯墊 你在家也不用怕會激吐 欸這件為什麼比剛剛的還性感 超舒服的 欸為什麼買到的每一件都 我都很喜歡 我那時候找很久 我想說 難得要買睡衣 要買自己很喜歡的 我找了至少一個禮拜 一直猶豫不決 然後就買了 各式各樣都可以搭的 欸這件是怎樣 這件是我叫徐凱 他幫我選一件睡衣 因為我剛剛說我要拍Youtube 他說他覺得這件超好看的欸 你們可以幫我問一下 這是怎樣嗎 這是什麼意思 欸這件能播嗎 會不會18斤 所以 有人會傳氣候 太誇張了 我現在要去換第六件這個 這個好像是佩玉之前送我的欸 我跟他說我要訂 然後叫他幫我訂 然後就說是啦 這不是我的售 這個吧 佩玉送我的睡衣 他幫我訂的 佩玉挑的喔 來看一下 這可以拍鞋子欸 這樣 這可以拍鞋子欸 現在要換下一件睡衣 這件是怎樣 透明 我以為是很普通 就是透明的 我現在要換下一套 這件超可愛 但是這件也是我一個朋友幫我挑的 不知道穿起來會這樣這樣 然後我訂到了兩件一樣 留言說 喜歡哪一個睡衣 送出一個人送出這個 那我現在要先去換這件 這個我覺得褲子穿起來好像沒有很舒服 有點卡卡的 欸我還有下一件睡衣是這個 也是毛茸茸的 慘了啦 買了很多毛茸茸的 然後這個也是 可以拿外套的時候穿 喔 他洗完澡的時候也可以這樣子披著 很可愛啊 超可愛的欸 還有這個綁帶 多可愛 好像有帽子欸 可以可以 好 最後一件睡衣就是這個 就是很韓系的 非常韓系的這種睡衣 來了 最後一件睡衣 韓系的 其實我家裡蠻多這種睡衣的 因為我覺得它很保守 朋友來你就可以穿 安全不用擔心走光的問題 而且它很涼很舒服 應該女生會喜歡這種的 今天就這樣開箱完了 大家喜歡我開箱睡衣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